今天我請來的這位嘉賓可以說是戀愛大過天 甚至是大過全宇宙 為了愛情,她放棄香港和日本的市場 她就是伊能靜小姐 伊能靜的父母自小離異 令她在香港、台灣、日本過著漂泊的生活 這段不愉快的童年經歷 對她的人生觀帶來多大影響呢? 她和哈林如晴慶一直被視為金童玉女 九年的婚姻、超過二十年的相處 最終為何要走到離婚這一步呢? Annie,先乾杯 歡迎你來香港 你好 你有很多稱號 其中一個叫美麗教主 其實是你自己作出來還是別人給你呢? 其實是因為當時在做美容節目 教人們怎樣扮漂亮 慢慢傳媒和粉絲就給了我這個頭善 你覺得自己是否美麗? 可以的 我覺得皮膚、身材各方面 的確是因為自己有保持 有很努力地想要變成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很認真地去面對生活 我覺得這個態度是很重要的 你認為你自己最美麗是哪一部分? 我的腦 你們看不到的 你的腦 如何美化? 我覺得一個人不停在這裏思考 和反省自己這件事 在人生裏面是很重要的 我知道你很喜歡寫作 你又有自己的部落格 所謂blog 經常寫 你有沒有朋友勸你 Annie 你不要經常再說自己這麼喜歡看書 這麼喜歡寫作 人家會覺得你做作 你是否真的刻意去表達自己的內涵 所以要做這麼多這些呢? 看書就不一定證明有內涵 我都看漫畫、雜誌、男人雜誌 我都看 為甚麼呢? 我覺得我對這個世界有好奇心 但是不是這樣就表示你是一個很有內涵的人 我覺得不是這樣 有沒有人勸過你? 很多 你不要這樣 人家會覺得你是假的 但如果你為了這個世界去牽奏他們 說你是假的 而做了另外一件假的事 你覺得自己是不是很笨? 反而是否一件很沒有智慧的事 抱公主 公主的外號是怎樣得來的呢? 因為那時做 《悲傷的朱禮》 和《凡間的精靈》 這兩隻碟都在香港有出過的 有廣東版的 那時經常有一些公主打扮 即是穿碰碰裙 擺一些姿勢跳舞那些 那時的粉絲就經常叫我公主 公主 我記得那時我有一次去做演唱會 在高雄的 病得很厲害 但不做事就沒有收入 還有我怕自己不紅 所以有一次去到高雄之後 又要趕回台 大概六個小時的車程 去到那邊那時沒有聲音唱歌 在台上就抬嘴 但抬嘴之後就連說話都沒有聲音 那人家當然知道你是抬嘴 所以就被人罵我 下台之後就在後台哭 那邊回巴士回去 那時是沒有公司車的 新人來的 回去那時就很多粉絲就追車 追到巴士站之後下來 就拿了很多中藥和一些吃的東西給我 那我就哭了 那他們又哭了一堆 那時我們都很小時候 哭了一堆 他們那時就說 你不要哭 你是我們的公主 我們會疼你的 那從那時他們就開始喊我公主公主 你剛剛提話在高雄唱歌出不了聲 我以前曾經看過一些關於你的文章 說你試過因為這樣打過很多淚古醇的針 真的有這樣的事 其實呢 是另外一個很有名的歌手介紹給我 就是肥肉清先生 那時我們一起做show的時候 他說你把先生不要緊的 我介紹你去一個地方打針 這樣 去到之後是打這裡 嘩 這麼恐怖 是的 針筒大概這麼粗 嘩 不是 打了之後就涼涼的 大概30分鐘之後 你的聲音就好像天賴那樣 但是他沒有告訴我 不要經常打的 就是肥肉清沒有告訴你 沒有經常打的 因為他很少三 他聲音這麼好 你最密是打幾支 我試過連續三天打了四支 但是打完之後 那個醫生就說 你不要再來了 因為淚固醇在身體裡面會累積 後來我就整個臉腫了 終於都沒有聲音了 那時候我真的很怕不紅 老實說 那時候紅了沒有 紅了 因為紅了 所以怕不紅 因為我是一個 我不會說不擇手段去紅 我不會說要應酬 說我很怕生 不熟悉的人 我不會交朋友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 你給了我機會之後 我就不停做 我只要不停不停做事 我就不會消失 這個就是我的所有觀念 當時 當我不會消失的時候 媽媽就會 家裡的代款 大約 下個月不用擔心 付不出 這個家可以盡快 因為那時候我姐姐 有些在香港 有些在日本 有些在台灣 這個家裡就可以盡快 我們家人感情很好的 可以盡快有一個 大家在一起的地方 可以住在一起 我從16歲 入行到我26歲 我才有自己第一本傳節 是第一次幫自己傳錢 在這個十年間 我所有錢都是給了家 其實你很小時候 一出生的時候 家裡的環境是怎樣的 你在哪裡出生的 我在台北出生的 我哥哥其實是一個很有知名度的政治家 當時他是基隆市的 基隆市的副議市長 副議市長 在這個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 他幫助了很多大學生 有一晚有人打電話給他 就說大學生被捉了 我這個副議市長 他因為要保護大學生 有一晚我記得媽媽 很小時候 她記得爸爸 最早的電話就說 我很快回來 之後就六天 沒有看到他再回來 沒有看到爸爸再回來 這六天 很多人來到家裡 拿走了很多東西 六天之後 在支隆河 基隆這條河 主要的河 看到他的屍體 身上有六槍 種了六槍 被人綁住 在河裡站著 納住 你的外公 我的外公 你知道在那樣的環境之下 我媽媽突然間有一個千金 我想政治這個是一個 非常麻煩的背景 那個不是可以用窮 或者是來形容 你不是沒有錢 而是你任何機會都沒有了 爸爸那時候是山東人 當時是家裡很有錢 就跟我乾爹 兩個人很小 那時候國民政府說 要去南京玩 他們就說 上了這個火車 就可以去南京了 很快回來 跳上火車 連和爸爸媽媽媽都沒有說再見 接著 什麼都沒有拿 穿著拖鞋 T恤 去到台灣 就沒有再回去 即爸爸是在內地去台灣 是的 大家就在台灣相逢 是的 認識他們兩個就結婚了 是的 結婚就生了你了 生了有七個女兒 七個女兒 我是最小的 即你有六個姐姐 其實我們中間死了三個 有兩個應該是一個男孩 那爸爸在台灣做什麼呢 老實說 我爸爸是一個 他必認雙子座 如果有人相信星座 自己這個星座很樂觀 喜歡朋友 多個家人 自己沒有錢 當時都涼了 插刀 我餐 沒有錢 很豪氣的 叫我媽媽拿錢出來 人家沒有錢了 家裡沒有飯吃 我媽媽在哭 我們家裡都沒有米 我們家裡 不要緊 我明天拿回來 這樣 很要面 但是呢 其實是一個很可愛的人 我有時覺得 我媽媽在我們一生 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保持住了我們家裡 就是一個很善良的本質 就是 我媽媽從來沒有說過 離開了我們的爸爸 你爸爸離開了你們 是的 沒有說過一句不好 我出生的時候 我爸爸走了 基本上你成長 他不在你身邊 見得就斷斷續續 什麼事會走了呢 其實我都不是很明白 因為到現在我媽媽都沒有說得很清楚 但我都覺得不重要 因為我知道他們兩個 是在一個彼此都認不好壞臉 因為到我爸爸過世之後 我媽媽都跟我阿姨 就是我爸爸最後都再娶了一個 都有聯絡 當然我覺得我曾經有怨過他 怨他沒有照顧你們 怨他令到我不知道 有父親在一家人吃飯的感覺 還有我媽媽就 在這個中間幾乎犧牲了她所有青春 不停做事賺錢給我們 因為爸爸沒有支持你們的生計 基本上沒有 就是媽媽做什麼很辛苦 和爸爸還跟媽媽拿錢 但我媽媽都覺得 我爸爸應該是一個這樣的人 有東西吃 你說得這麼辛苦 我都要給你一些東西吃 我吃東西 你這份是香煎蟹餅配牛油蜜醬 好香喔 我這份是香煎露筍配軟炸蛋 好香喔 因為很香就會說國語 如果再吃下去就會說好吃 好吃 好吃 很好吃 為什麼要照顧你們看你們呢 我當時有個 其實應該說是保母的說法 但我自己就覺得她是我養母 我二姐姐是爸爸帶著的 三姐姐是被乾爹帶著的 乾爹是誰 就是當時和我爸爸一起 由山東走過來 是的 一起走過來 這個朋友挺好的 和他看女兒 到現在我們都當他是爸爸這樣 孝順 爸爸就看著大姐 二姐姐 三姐姐 因為我太小了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當時就把我交給一個保母 我叫她中媽媽 因為她姓中 但是我和她住了很長一段時間 我已經當她是我媽媽了 你住了多久 離開台灣 離香港 一些有關你的報道 說你和大姐姐生活的時候 她姐夫對你不是太好 我是皮膚敏感 他們會買一些雙氧水 放在桶裡 整個是這樣浸進去消毒 沒多久之後就去了日本 如果說我人生有黑暗期 我覺得那個是黑暗 比現在任何人看到的黑暗期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很可憐 沒有得和媽媽一起生活 我不知道 你不說 我們到大了之後 十幾歲才知道原來我是這樣的 其實小孩子的世界 很多名詞是不會出現的 如果你給了她的世界是這樣的 只要那個愛不是缺乏的 她都不會知道怎樣叫做 不正常和正常 因為這個其實是 成人世界的一個界定 當時我覺得她們很愛我 我還多了一個伯母 會經常來送禮物給我 那個就是媽媽 媽媽當了伯母 反而會覺得很幸福 為什麼這麼好呢 很喜歡這個伯母 見媽媽一次很頻密 一個月一次 不是很缺乏的 那你在中媽媽那裡住了幾年 大概幼稚園六歲左右 六年左右 那接著你去了哪裡 因為最後幾次 我媽媽再回來的時候 因為我慢慢大了 那她會慢慢覺得 我跟中媽媽實在太親了 好像沒有了女兒一樣 是啊 所以 當時她就跟中媽媽說 她要把她帶回去 再把二姐姐三姐一起帶回契爺那裡 就由契爺來照顧我們 那契爺住了多久 離開台灣去香港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安排呢 因為大姐姐那時候是在香港住的 嗯 那後來我身體越來越差 那真的照顧不到我 那當時我媽媽就說 我大姐姐那時候二十歲了 就說 即是十幾二十了 那不如帶我來這裡 和大姐姐一起住 那爸爸那時候都在香港 那就來了這裡 即是來了香港住 來到陌生的香港 不懂得說廣東話了 嗯 不懂 即是轉學 當時走的時候 又是很傷心 啊 因為終於 終於慢慢交了朋友 老師很疼我 都覺得很安定 又要走了 那你來到香港 媽媽帶了你來 媽媽又走了 是啊 又回到台灣 嗯 是 你在香港是跟大姐姐住 大姐姐住 嗯 當時大姐姐有男朋友 就住在一起 和他們家人 曾經看過你 一些有關你的報道 說你和大姐姐生活的時候 她姐夫 即是她男朋友 可能 對你不是太好 其實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這是有些誤存的 就是 有一次呢 我們都沒有床睡的 睡的是那些泥龍的 泥龍摺的 泥龍摺的 開才打開 對 開才打開 鋪兩張被子就睡了 即是連床都買不起的情況 其實我自己有一間自己的房子 有一次我就拿了火柴 躲在床底下 就玩火了 哦 好危險 玩火你知道它是泥龍 是泥龍 一熱就融了 是嗎 穿了一個洞 穿了一個很大的洞 就整個床燒光了 還有燒了我的頭髮 所以我立刻拿點水 不斷沖下去 後來我就想 不行 如果她回來 一定會打我 一定會罵我 最好的方法就是 扔了床 把床拿了三樓 因為我們住一二三樓 很舊的樓 就上了三樓 把床扔了樓下 在樓上扔樓下 現在要坐牢 真的很天真 扔了樓下 看 當然是行道 應該沒問題 後來姐夫回來 看見行道 這麼像我們家床的床 但就不覺得 走回來之後 晚上 我回房睡覺 因為那時候讀基督教書 祈禱 回房去祈禱 那時候她就走進來 說是站住沒有 我說是站住 你的床呢 我就說是不見了 她說怎麼會不見了 我說就是不見了 床自己會走了 除了燒了床之後又說謊 但其實很害怕 她的姐夫突然想起 剛剛那個小巷 有張床好像是 有張床好像 一去看 燒了個洞 走進來 拿了一些樹枝 那樣的東西 打我 就說以後不可以再玩火了 但是當時我就覺得 為什麼要被她這樣打呢 就開始跟她對抗了 就因為這樣 後來媽媽再來探你 你就告狀了 不是告狀那麼簡單 就是對抗 就包括很多 我很反叛的地方 譬如說我當時是皮膚很差的 我是皮膚敏感的 現在都是的 只不過我是因為很照顧自己 所以好翻了 但是當時我哭喘 全身一換季的時候 就會起很多紅色 爛了 他們會買一些雙氧水 放在一個桶裡 然後做一些熱水 整個是這樣浸下去消毒的 一下去就每一個地方 這樣 那個我又很不喜歡 又會覺得你們怎麼這樣對我 這樣 我媽媽一來看我這麼多病 不行了 帶你走 又帶我回去 這樣 回台灣又跟回媽媽了 跟得了嗎 回台灣就跟回媽媽 沒多久之後就去了日本 為什麼去日本呢 那時候大概是我五年級 那時候我媽媽好像就再嫁了 嫁去日本 嫁去日本 我覺得其實 我現在突然間有個感覺 我從來沒去 我很久沒有去 鐵翻歷史 我現在突然間覺得 我以前覺得他扔來扔去我 但現在我 突然間很明白說 這一瞬間 我覺得他原來他是很牽掛我 所以他才會把我放在每一個 他認為可以擺去的環境 其實他是想幫我找到一個最好的環境 但是我 原來是我不明白 繼續說一下你的壞東西之前 讓你吃另外一樣 嘩這個厲害了 嘩 這個叫爬雜錦海鮮 有蝦 有帶子 你看帶子多肥 這個厲害了 更厲害 田園時梭 配黑蟲爐菌 你的爐菌又很好吃 誰知道好吃又很貴 我給你一片 多一片都不給 你人真是好 這一片 這叫一片爐菌 你知道好吃的東西 一片就夠了 看你那麼懂得 珍惜媽媽 再給你一片 你真是 沒有什麼便利 你真是忍一下 嗯 這個蝦的樣子好像很美 但我一定要先吃你的菌 因為你的菌是最小的部分 而且是味道 幸好今天沒有吃東西 好像很好吃 哈哈 哈哈 我想到吃神的好意 哈哈 哈哈 太美味了 哈哈 哈哈 喝一杯 我知道你都很累 回顧你的一生 很久沒有回顧 因為這陣子 這個現在已經很混亂 是的 現在人家只是說你的現在 沒有看回你的過去 其實每一個現在都有它的過去 有一個過去 才是將來 講到你的過去 去到日本 又大執位了 又要學過了日文 還有你去日本 之前見過你這個繼父沒有 沒有的 那你去到 完全跟他溝通不了 你認識日文 溝通不了 你媽媽是認識日文的 認識日文 那時候 那麼厲害的 但是媽媽學的那些日文 因為你知道日文有勁語 還有叫男人講的 女人講的 尊敬的 沒有禮貌的 我媽媽就是介於 這個很複雜的 因為她是跟我爹 繼父 戀愛之後 學了很多我繼父的 男人講的日文 所以 這些語言 文化 其實令到這一段關係 在中間發生了很多事 包括我也是 譬如 我們要一個最簡單的比喻 即是你 Ananda 是勁語的 Kimi 是更加勁語的 但是男人可能就說 Omé 他是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我一開始就跟回我繼父 他就覺得我的日文很操俗 就送了我去日文學校 才讓我回去讀書 所以我在語言學校讀了三個月 那時候 繼父一天叫我過去 他就說 如果你連Aiyueo 這麼簡單的東西 你都學不到 那你就不要想著在日本讀書 那我就因爲那句 我就覺得 我一定跟上給你看 那結果可以嗎 可以 我是整晚不停在背 大概三天之內寫了52音 背給他看 因為學得很快 所以後來就入了華僑學校 但是我覺得就是那段日子開始 如果說我人生有黑暗期 就是最黑暗 我覺得那個是黑暗 現在任何人看到的黑暗期 為什麼覺得這麼黑暗呢 第一 我入了華僑學校 日本華僑學校其實是很 是一個很複雜的環境 它有馬來西亞 新加坡 全世界華人的孩子去到那邊 所以裡面就有分很多派 嗯 譬如說日文派 就是完全不肯講國語的 那一派就很驕傲的 經常看不起講國語的 所以那派比較有錢 有錢一點的 對 另一派就純粹講國語的 就是類似華僑那樣的 有一派就比較粗暴些 到了後來就慢慢就 我就開始被他們分到 是講中文那一派 那為什麼這麼黑暗呢 學校有一個全校的女同學 都很喜歡的一個男生 在追我的 那些女生 就說在學校 不要沉不住學長 要不然放學我們打你 會不會很想快點離開那個環境 有 我就告訴我最好的同學 不如那一天我就走 謝謝 謝謝